12号下午新北市长侯友宜率领市府团队 来到了深坑区进行行动治理座谈会 他表示这段期间常来深坑 当地里长与民众所关注的停车 交通老街观光等议题他都了解 所以借由行动治理 希望能够紧速解决每个问题 让深坑更好 不然是我们进入过来的散连 包括一些游乐器材 以及风景区的一些道路 如果把它整理的课考 不是大家所关心的 深坑区深坑里里长黄建强 这次在座谈会中提出了四案 其中停车问题除了建议深坑 国小开挖地下停车场 以因应假日停车需要外 对于机械式立体停车塔 也建议进行裁迁 大概已经干了将近30年 这30年里面它的使用率非常的低 然后后来我打听之后 它的维修管理备用又非常的高 所以呢使用率低 维修费高 那根本就不符合现在的需求 所以我这次的提案里面 是希望把这个立体的机械式停车场 把它拆除 那看能不能盖成这个立体式的停车场 不是机械式的 同样提出停车需求的 还有升高里里长李传正 他指出里内人口增加 停车位不足 希望能够利用喜乐桥下增设停车空间 现在已经暴涨到508户 那相对的早期没有 那个车位的规划车位的问题 那个够想 那现在因为向道狭窄 车子都停了 有时候三星八月也会 为了停车旧风我也要出面 那希望说增加一些车位 能够满足民众的需求 另外针对地方观光 深坑里里长黄建强表示 老街旗牌楼里面的遮阳棚招牌等 自101年城乡风貌改善后 多年下来已有老旧损坏 希望能予以报废并且更新 城乡局在十几年前 帮我们做好维修之后 其实我们发现十几年来 这些东西在维修上面 花了很大的经费 那既然是公有的财产 其实十年过去了 我认为应该可以把它报废掉 它全部更新 我觉得十年过去之后 可以让深坑老街 再重新有一个新的面貌再出现 深坑区区区长李一平表示 除了平时公所与里长们之间的紧密沟通 一同促进了区内各项建设 更期盼透过行动治理座谈会 让所有建设的开展效率提高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有关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